牛番茄长得好收成满满 但是农民脸上却一脸苦瓜样 看着满源牛番茄越看越头痛 牛番茄崩盘从农历新年前后就一路下跌 批发价每公斤才十元 一颗卖不到两块钱 小白菜只有五到十元 高丽菜也只剩五元 前几年价格好大家抢着重 今年供过于求卖价下跌 加上肥料工资都在涨 农民血本无归 要怎么做 牛番茄含有丰富茄红素 抗癌 抗氧化 炒蛋 熬汤 焗烤都可做出美味料理 在价格崩叠的时期 当令当计的食材 不用花大钱又能吃出健康 大熬播 wenig 大愛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大韩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大安新闻中部综合报导